中汉末年 天下大乱 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战火 一时之间 豪强并起 诸侯科聚 中央朝廷可以说是 完全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诸侯你争我多 只顾自己的利益 根本没有人管朝廷 更不用说皇帝可 但是乱世之中 总有忠肝一打的臣子 提起三国 人们最先想到的忠臣就是刘备 而曹操在人们心目中 都是一个脱明汉乡 实为汉贼的反面人物 这只不过是小说 给人们造成的印象 但其实曹操可以说 是受到了极大的误解 首先曹操中其一生 都没有篡汉自立 虽然曹操一生始终把握着东汉朝廷的军政大权 但是曹操可以看作一个权臣 只不过是权力大了点 权力来得不合理一点 作为对比 霍光也是一代权臣 甚至还费力过皇帝 但是后世对霍光来说总是称赞的多 批评的少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曹操并不是一个被主的奸臣 不光没有被主 而且还把大汉王朝从分崩离析的边缘拉了回来 可以说是有功于江山设计的 至于刘备的一些宣称 充其量也就是一些政治口号 不能拿来作为判断历史人物的依据 其次 对于汉县帝 曹操首先在里上 没有太过分的僭越 而且还设计保住了汉县帝的生命 最为明显的就是把三个女儿嫁给了 汉县帝 曹操在把流亡中的汉县帝接到许昌之后 一直对汉县帝功功尽尽 依应物品供应齐全 可以说除了军国大使皇帝无法做主以外 其他方面汉县帝依然是皇帝的待遇 这样的曹操比起董卓来可以说是强太多了 不仅如此 后来曹操还把三个女儿都嫁给了汉县帝 有人说这是曹操有政治目的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为了监视汉县帝 曹操有必要嫁三个女儿吗 其中最小的一个才13岁 把自己的女儿都嫁给你了 就算有什么不纯的目的 但也绝对不是将害你的行为吧 最后也是这三个女儿才保住了汉县帝的性命 可以说是汉县帝的保命符 曹操在生前就知道在他死后 自己的儿子曹操会篡汉自立 其结果也证明了曹操 预见的准确性 但是汉县帝如何安置就成了问题 就在曹操举妻不定的时候 当初嫁给汉县帝的三个女儿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曹操面及姐弟之情留了汉县帝一条性命 没有杀他 而是封汉县帝做了山阳光 可以说曹操这一生 不管是刻意为之也好 无心插流也罢 是他的决定使得汉县帝的性命得以保全 所以曹操非但不是汉贼 而且对汉县帝可以说是仁至义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